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有一身浩然之气的人 这个人叫王树 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只要是好事 什么事他都敢做 只要是中言 什么话他都敢说 朝廷上那些烈欲熏心的小人 见了王树就打颤 生怕他叮嘱自己 甚至连皇帝都害怕王树 害怕他管自己管得太多 王树还特别长寿 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 还很强壮 那些小人 每天都在期盼王树老大爷 赶紧退休 他们好过两天好日子 可是王树就是不如他们的意 怎么样 是不是对这位一身正气的王树很有兴趣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王树修制 明朝有个大名鼎鼎人物叫王树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 他考中进士 从此开始了他的围观制度 他为官清廉 正直无私 直言敢见 备受当朝皇帝的赞赏 王树曾经上书给皇帝 一条一条的陈述 律法中刑法不当的地方 并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 这些意见经过朝廷议定后 得到推行 王树调任扬州之府时 遇到荒年 他不等朝廷答复 就发粮旧纪积民 还兴办资政书院 来培养读书人 后来 王树因政绩突出 被阅级提升为江西右部正室 在任期内 他平定了赣州扣乱 明宪宗即位后 下诏命大臣严格考核天下官员 并罢免了河南左部正室侯臣等十三人 并任命王树接替侯臣 王树主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严禁行贿受贿 买卖官职的行为 他一生精怀坦荡 两袖清风 勤政爱民 吼杯很好 王树不仅为官清廉 还勇于弹劾权贵 从不因为其他官员 更有权势就有所顾忌 他大公无私 从不做那些 盈盈狗狗欺上瞒下的事情 因此 无论干什么 他都能领直气壮 毫无畏惧 王树这个人 不仅正直无私 他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民生极苦 光是写给皇上的奏折 就有几尺高 那些经常搞些小动作的大臣 看见他就绕路而走 实在走不掉了 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一眼 王树巡抚云南时 敢于弹劾镇守太监潜能 在南京任职时 敢于反对给皇帝贡献旗 维护地方利益 他执掌力不实 力主限制皇权 健全监察制度和政治制度 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连提都不敢提 王树却敢公然反对 这样的勇气 这样的操守 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王树在云南任职的那九个月 威名远波境外 各部门官员都谨慎地服从政令 王树一共二十次上书 正直的名声震撼天下 当时的百姓对王树的评价非常高 有迷谣这样唱 两经十二部 独有一王树 当时 安南国接纳江西 一位姓王的判人 作为谋主 偷偷派遣间谍 进入临安 又在蒙字市铸造兵器 准备司机偷袭云南 王树即使上书朝廷 要求增设副使两名 用以加强边关防备 这些人的阴谋 才没有得逞 王树在朝廷内外 为官四十多年 刚正清廉 始终如一 他向朝廷引进的很多人才 都成了当时的名臣 王树尊重那些 再也没有出来当官的先人 生怕提拔慢了 孝宗皇帝在位时 红制年间 将近二十年 朝廷有许多政派的官员 各司其职 很有条理 号称 红制忠心 这都是王树的功劳 王树晚年回归故里 致力于研究理学 成为三元学派的创始人 他支持幼子王成玉 首创宏道书院 为西北诸省 培养了众多人才 不仅如此 他自己也一生比根不断 直到八十多岁的时候 还在读书写作 王树死的时候 有九十三高龄 他的子孙中 出了很多贤良有德的人 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王树这种围观清正联名 反对行贿受贿的品德 正是当时社会所缺乏的 一个人只有做到大公无私 才能做到问心无愧 只有做到问心无愧 才能去指责他人 弹劾他人 既不正不能证人 这样的道理 我们谁都懂得 但未必谁都能做到 小朋友们 王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能有细心的小朋友 已经发现了 王树一生中都累厉风行 直言赶剑 武器可嘉 哪里有什么可修的呢 其实 王树所羞愧的 是被权势所压迫 不能说实话 不能做正事 他把向权势屈服 看作是耻辱 王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只要是正确的事情 王树从来都坚持到底 一次也不肯屈服 有些人做官 只求自己清白 至于别人是好是坏 并不关心 这样的态度 王树也不能认同 他觉得 对丑恶的默许 就是对善良的侮辱 是正义的耻辱 小朋友们 在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行为 你有勇气与他们战断吗 比如 有的小朋友乱扔垃圾 我的小朋友偷拿别人的玩具 还有的小朋友抄袭作业等 把事留给大人们去做 这些小事 你能做好吗 对 to 你能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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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做好吗 我能做好吗